好,这里是东南亚服的官网 刚才东南亚服发布了下一个版本的更新日志 下一个版本是决心版本的第二个部分 也是东南亚服的第二百个版本 所以这里也要特别祝贺一下 东南亚服跟日服、国际服、台服一样 进入到200版本的行列当中 然后下一个版本 东南亚服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剧情 一个是次元图书馆第六章 顺瑞尼亚的骑士 还有就是塞拉斯 塞拉斯他们的命名是塞拉斯大 而国际服是塞拉斯 然后顺瑞尼亚的骑士 他其实讲述的就是有五位冒险家 来到了圣瑞尼亚 然后聆听了卡拉德的故事 最终受到卡拉德的诅咒 变成了现在的精英boss 最后他的奖励就是一个椅子 跟一个新章 他这个剧情12月16日开放 也就是更新之后就能够就能够去提会 然后其实国际服已经先出了 他们的是英语配音 而东南亚服不出意外 就是韩语配音 塞拉斯是要240级才能够进去了 开放时间是1月6日 跟国际服务是同步的 最后奖励是20个选择型神秘徽章 一个潜水的头盔 还有一个勋章 然后是他有一些修复 他就说这胡影在使用那个传送门的时候 他有个四转有个传送门的技能 在威尔的第一阶段能够上下移动 在这没有错误 然后修复了康纳 也就是阴阳师在黑魔法师第四阶段的时候 他的Consure Spirit Stone 能够应用于其他组队成员的一个错误 因为黑魔法师第四阶段是每个人都分开了 然后在部分的Boss当中 死亡动作跟死亡效果会冲突 等这么一个Boss修复 然后 Avatar Caesar of Karma 那个白金宿命剪刀的提示 这个现金道具的说明 会在放在保管箱的时候消失 那个错误 然后来看一下他主要的活动 下一个版本是他们的绝颈版本的下半部分 然后他们的窦然活动还是会持续下去的 他们这个窦然活动 这个龙的传人跟神之子是不能够参与的 然后他是跟平障的窦然一样是一加二的升级效果 他们到200级以后也是有奖励的 分别在200级205级跟210级会送核心宝石跟这个经验核心宝石 这个经验核心宝石的活动也会持续 但是龙的传人还是无法参与 它是一个积分活动 然后下版本 从1月6日到1月19日 有一个Main公司的宝石的一个活动 那也是个积分技能 积分到一个活动 然后从1月6日到1月19日会有一个迁到活动 然后每天只要搜集满你的每日的硬币 就可以额外获得300个觉醒币 然后在第五天跟第十天分别可以额外获得600跟1000个觉醒币 然后每个每个世界只能有这么一个号去领 然后石头剪刀布的第二季 这个冰果的第二季也回归了 然后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一次守护者天使第二季回归了 在12月16日到12月29日 也就是这个月的下半部分 是可以参与这一次的守护者天使活动 然后要求是101级以上完成第二章的神之子 那么他这一个活动跟今年7月的那一次活动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的话每个角色 他的每一个效果只能够完成一次 每天只能完成一次 每天只能完成一次 而之前的话 他是无限次的 可以执行下去 然后他分了三个阶段 分了三个阶段 上一次的话 除了 那个潜能升级效果 他是分了四个阶段之外 其他都是双倍 就是你完成之后就是双倍 然后他是完成第三个阶段的任务 就必须等到五页去重置 如果你没有完成 就继为你当天完成到这个阶段 然后各他这个天使有四个 都是要从第一阶段开始的 你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阶段 才能执行下一个阶段的任务 他这个效果只会持续五分钟 之前是15分钟 所以时长来讲是降低了不少 所以你你拿到buff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去完成你相应的这个动作 包括心之力强化 包括你要上心 你要你要提升你的潜能等级 然后同一个天使这个效果是不会重叠 所以说你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任务 然后你要进行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buff不会跟第一阶段重叠 然后他这个重新获得的buff 会回归到五分钟的时长 然后不同的天使是可以重叠 然后Ocean Siren这个 他是可以提升等这个潜能提升等级提升的这个概率最多只有1.75倍 他是要求击杀 连续击杀是300次 600次跟900次 然后Polaris 他是可以提升星之力成功率的这个buff 最多只有1.75倍 那么也就是说从14星之后都是30%嘛 你成了1.75之后之后就是52.5% 所以还是还是可以 虽然没有60%的高 但是也是可以说保证有至少超过一半的成功率 然后另外 它是可以降低星之力强化当中损坏的概率最多是40% 那么在20星到22星当中损坏概率是7% 损坏的 损坏的概率 损坏的概率 那么这时候就只剩下 这个 应该是7% 乘个 60% 就只剩下4.2%了 所以这时候的 这个是可以是可以重考虑重则一下 但是没有之前那么之前那么强 它之前是损坏概率降低是一半 之前的话7%就剩下3.5% 所以是现在是剩下4.2% 还是可以的 然后 Crimson Furnace 它是 要连续击杀 300次 然后获得1.75的 咒语痕迹 这些卷轴的成功率 但是不包括白衣卷轴跟还原卷轴 所以如果有热力活动 其实可以拿 跟他重叠 我记得上一次有一天就是 东南亚服有一个热力活动 然后刚好可以 跟他重叠一下 在基本上70%的卷轴是必中的 30%的话 当时 30%的卷轴 原本是 30% 在热力的基础上是变成45的 然后45 在两倍的作用下 变成90% 30%的卷轴也是很稳的 然后10%的话 好像是变成20%多吧 20%多 然后可以考虑充资一下 最后变成40% 也就挺好的 所以 在这个活动下 只要你想冲刺你的 心智力强化 然后想要潜能升级 然后想砸一下卷轴 特别是神之子 神之子的武器 想砸一下 10%的卷轴 都是 15%的卷轴 是可以冲刺一下 然后圣诞节活动 24号到26日 只有三天时间 也是101期以上 神之子 要完成第二章的任务 那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然后他送 这个 圣诞节的礼物 然后他有一个装饰圣诞树的一个活动 他需要等 需要打猎等级附近的怪物 然后收集圣诞树的这个装饰 然后收集20个就可以了 然后每个世界可以完成一次 然后奖励也是每个世界可以领取一次 一共有三个奖励 有一个帽子 有一个 有一个是爱心的这个套装 然后有一个标签 跟一个奇宠 标签就是那个名片戒指 名片戒指跟聊天戒指 然后他这个戒指是30天 这个套装跟帽子都是永久 最后就是周日冒险到 周日冒险到 其实很常规 但是跟其他服还是挺好的 第一周有三个三倍经验值券 三倍经验值券 其实特别适合链接的 你可以试一下 拿个205级的 拿个205级的号去反转成打怪 你会发现你15分钟之内可以升个百分之三十多 所以特别特别涉及 第二周是符文经验值双倍 然后连续击杀球的经验值有三倍 那么符文的话就 你是要拿个龙神的 拿个龙神的buff 那个链接技能还有战神的那个链接技能 会非常适合练小号 第三周就是内在 潜能 重置费用减半 然后三十个选择性神秘徽章 啊 这个就白嫖了 一月十号 第四周 这一天是五星 十星 十五星的成功率 百分之一百 但是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 那个Guardian Angel的活动时间了 一然后一月十七号 热力 啊不对 不是热力 咒语痕迹的 强化费用减半 然后是伟大的灵魂结晶 获得概率五倍 啊 所以消灵魂 消伟大结晶可以充分一下 所以 还是挺好的 那么这个 更新日志先看到这 我会认为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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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